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靠谱吧 乐视的C1机顶盒子 无线投射 手机iPad直接连 真正适合大荧幕的高清机顶盒 来 看啊 我要电影有电影啊 我要球赛有球赛 我还能玩游戏 我说你们这些年轻人 生活新婚 怎么跟我们这些老年人差不多 你看 吃完饭看电视 看完电视就睡觉 是不是因为我在这儿 妨碍你们了 爸 您就甭操心了 就算您不在这儿 我们也不是天天开大口 大部分年轻人的大部分时间 还是在无量空虚中度过的 你们看吧 我老人就得先睡去 晚安 爹地 我洗脸收牙 准备睡觉 好 球赛两点开始 我看电影 你的事情进展得怎么样了 有眉目了吗 没什么进展 现在被你那个同事美灵牵着鼻子走呢 好 那你要加油啊 我给你传递点正能量吧 在你的帮助下 我的睡眠问题改善了很多 谢谢你的玩具 你呢 戒指的问题解决了吗 我现在只有一个办法了 就是赢比赛 得那二十万奖金 再加上不吃不喝的全部工资 杂锅卖铁 先把那枚戒指买下来再说 杂锅卖铁 就是为了买一个假戒指 你还真是挺特别的 管他真的假的呢 在我看来 戒指最重大的意义在于是谁送的 只要有爱 假戒指也能光芒四射 黄俊要是明白这个道理就好了 他就不会到你们店里 去偷换那枚真戒指吧 其实我挺能理解他的 我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如果设身处地地想一想 是我站在他那个位置上 在那种处境下 我可能也会那么做的 这么说在某种层面上 你还是挺赞成黄俊的做法的 当然不赞同了 他这么做百分之一万是错误的 我只是觉得每个人都应该有 他的出发点 起码来说他的情况 比那个该死的墙子 更能让人理解吧 这么努力 就是为了弥补一个陌生人的错误 值得吗 这件事情我也有失误 本来我就是新员工 经验欠缺 再加上失恋走神 所以我也应该负起责任 责任 这个词是不是听起来 特别地道貌安然 责任二字特别沉重 这次还在书上 我还在乱运动 所以我还在乱运动 我都可以打算 我表现了 你已经来看了 你上手 你还没能够 我还要不来 썹 我 你好 我是郝聪明 公号219 买单车小我 买单车小我 我叫郝聪明 买单车小我 我公号219 买单车小我 我是郝聪明 翠音 你想业绩想疯了吧你 买单车小我 为了帮你尽早地找到丽琪 我苦思冥想 终于被我想到了一个中调细节 有一天晚上 我看见丽琪在一个本上 写满了一个人的名字 然后还在上面画了无数的红钞 红钞 对啊 凭我多年的感情经验 和你对的洞察力 我估计啊 这就她那老油条男朋友 然后呢 然后是你的事的 你还问我干吗 你跟我说了这么没头没尾的话 算什么线索啊 我就是告诉你一种可能性 那你现在不就应该去找 那老油条了吗 就凭你这句话我怎么找啊 你得给我一点确讨的证据 比如笔记本在哪儿 名字叫什么 那我继续苦思冥想啊 这件事情生死攸关 你能不能不要用这种 开玩笑的态度来处理啊 要是有生命危险早就有了 这都多久的事了 你要真着急早干吗去了 来 来 来 往轻松 往轻松 你说这个 好聪明啊 就这二十万的贷金券 你看给他弄的啊 上蹿下跳的 你赚钱是为了自己的私欲 他的努力是为了别人的幸福 在我看来他的傻 比你的不劳活高级得多 你是等一下 为什么说 快来 上天 音償 没有 大 你来找美玲啊 已经找过了 现在是等你下班 顺路嘛 一起回家也算是低碳出行 我本来打算下班后出去走走的 来了这么久 一直被那些麻烦还有糟心事牵着走 都没来得及好好看看这个城市 好啊 我陪你 那你先忙 我等你 喂 你知道墙子老 老家在哪儿吗 不 我这儿十万火急 得得得 行 行 行 哥们儿 随着我刚才电话的跨段 也不要至少找到墙子的可能性 已经降低为灵光 咱们都做好心理准备吧 随时等待警察的询问 好聪明这人嘛 行为一向怪的 说不定他哪天就心意横却报了警了 这都在情理之中 哥们儿 哥们儿 咱 咱们聊 聊聊成吗 聊什么 你找不着墙子我找不着呼呼 过程清晰结果明确 有什么好聊的 找不到呼呼那是情感问题 那找不着墙子那就是金钱问题 涉及到法律 涉及到你下半辈子的人生 总得分个轻重缓急吧咱 找不着呼呼 也同样牵扯到我下半辈子的人生 你 mü 温嘴 呼呼平常在北京什么工作 在船囊场 刺繡 他娘交的她绝活 你看吧 他总算有个工作地点 是不是 咱还有地方去打听 但你说这墙子 他整个一无业游民 打一枪换一地方 只要手机一关机 那就歇菜了 来了北京这么久 连伟大的天安门 都没去过呢 本来北上寻夫 夫未寻到 自己却成了自身怨妇了 太不符合我这个 二逼青年的欢乐本质了 认识你以后才发现 这所谓的乐天派 并非传说呀 我的脑子啊 就是一个巨大的 垃圾处理器 什么糟心的事 到了这里 就会自动过滤掉 剩下的全是乐子 你的心里住满了别人 只给自己留了很小的一部分空间 现在很多的女孩跟你都是相反的 而我呢 我的心里全都是我自己 所以在你的面前我总有点自残心慧 要不你也把你的心腾腾地方 让我进去窗窗门 那你准备好探访一颗黑暗的自私的心脏了吗 哎呀 你不要老是这么妄自菲薄好不好 你在我心里的得分还可以 一个勤劳的黑车司机 脚踏实地的工作 善良还真诚 这么大的城市 不是所有人都有大梦想的 小梦开花也是自我实现啊 得 小梦开花 我们要不要喝点小酒 讨论一下小梦开花这个话题呢 好啊 走 带你去个地儿 在我无聊的时候 我经常来这里 看着这些汽车 穿梭在这个城市当中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 都在为自己的梦想 努力 拼搏 奋斗着 在通往梦想的道路中 将自己的生命 一点点地消耗殆尽 西川 你知道人们为什么那么喜欢烟花吗 不知道 是因为漂亮吗 我小的时候也是这么认为的 可是长大了之后 慢慢发现 其实人们喜欢的并不是烟花 而是绽放 即使再平凡的人 也是渴望绽放的 不是吗 瞬间变身哲学家 太跳跃了 又要跟不上 我 好聪明 现在要对着北京 看不见星星的夜空宣布 虽然我是一个平凡的不能再平凡 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姑娘 但是我要誓死捍卫自己 绽放的权力 并且将不遗余力地 在通往绽放的道路上 一路狂奔下去 你呢 你快说说你的有感而发 我 我 在生活中 你蹭我的车 在通往绽放的路上 你就做我的领航员吧 让我们一起训练一回 跟皮虫没创意 我是挺没创意的 因为我在这个操杂的世界中 彻底迷失了 世界这么操杂 所以我们就要经常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啊 你跟着我学 对 闭上眼睛 放慢呼吸 仔细听自己内心的声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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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我相信我能好好地把它守候 哪怕最后只剩感动 就像是你和我 深深爱过却如此永远 不再交错 原来是你和我 好聪明回来了吗 只剩沉默 换鞋 只忘了曾经熟悉的温热 换鞋啊 有人常常把爱情给做一种冲动 冲动过后就各奔心动 冲苗 而我相信我能好好地把它守候 哪怕最后只剩感动 就像是你和我 深深爱过却如此永远 不再交错 原来是你和我 只剩沉默 却忘了曾经熟悉的温热 摩尔玛三号 下面的咖啡厅三点啊 来来来 尝尝大叔做的早餐啊 来 我还要去承办呢 我先走了 这时间还早着呢 爸 吃吃吃吃 来 来 各位 钻石呢是可以 世世代代传承下去的 所以我们买钻石 就要买个名单 是 那我们跟批判市场似的 看钻石手下 你卖十个小戒指 不如我卖一颗大钻石 瞎当我说 颜色由高到低分为 D E F G H I J K L M N 以及小于N等 大家不太明白吧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两颗 这颗是M等 这颗是N 大家看到了什么区别了吗 财神爷 今儿又找有什么事啊 你先慢慢明思苦想着吧 我不是来找你的 所以我建议大家买这颗 性价比更高 好聪明 有空吗 我想找你谈谈 你是打算以后再也不跟我说话了是吗 没有 那我们坦诚点把事情说开可以吗 从何说起啊 没想到你是这么随意的人 轻浮成人之位 首先 我对昨天的事情正式向你道歉 我那也是 情之所至嘛 情之所至就可以随意亲吻别人了 可能对别的姑娘行得通 可是本姑娘一直都是走传统路线的 想恋爱就要一步一步地来 手还没牵过呢就接了 什么事情都要讲究个量变到质变吧 青春可不能这么随随便便地挥霍的 聪明 有客人找 快点啊 来了 你别这么无辜地看着我好不好 遭抢吻的好像是我吧 你好好反省反省 小姐 小伙子你又来了 有户户的消息了吗 没有 谢谢啊 她东西在宿舍吗 在呢 从那天之后我就没再来过 周月工资都没领 韩哥 我脑子都快想炸了 真想不到她能去哪儿 我昨天把她经常去的酒吧网吧都问过了 一点线索都没有 您就别难为我了 人是你介绍给我的 我是因为他信任你 我才留她干活的 现在人不见了 那我不难为你 我就得难为我自己 谢谢啊 谢谢啊 CAST 你们可以啊 我 transformed你 这是什么 你 谢谢观看